投资100亿元的南京银龙新能源系汽车项目要狂了 日前,一张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查封令,在网上被大量转发,引发强烈关注 相关照片显示,江苏省高院依据消化民事裁定,对南京银龙新能源商用车不动产项目进行了查封 然而,查封令贴出两天后,项目玄机得到解封 解封公告显示,物业集团上还有限公司,向江苏高院申请解除查封措施 江苏高院依法予以解封,物业集团系南京银龙新能源项目的施工方之一 该项目之所以备受外界关注,源于隔壁掌门人董明珠,为之付出巨大心血 也是关董明珠造车梦的成百,多动场防疫基本完工 有待收尾,澎湃新闻记者源结社7月25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对南京银龙新能源项目进行了实地探访 项目指挥不相关负责人,对澎湃新闻解释称,银龙和吴也,此前在合同旅行上有点分歧 吴也虽通过法律手段申请查封进行财产保全,后来双方达成一致并解封 只是个小插曲,南京银龙项目是珠海银龙新能源股份公司 在全国布局的九大插件员的其中一个,也是董明珠最挂念的一个 他曾在短短半年内,为了这个项目跑南京四次 南京银龙新能源项目,由包括中国五眼在内的三家单位成见 澎湃新闻记者实地探访发现 畅房、宿舍等建筑主体,目测,已完工七成以上 7月2、5月当天,整个云区内的论施工人数在50人左右 这其中,有不少人刚刚回到银龙工地 在五眼集团成建的厂房附近,有工人告诉记者 之前曾停工了一个月,最近得到通知,又回来复工了 在另一家成建商西湾建工的工地上,尚有小部分工程带完工 但工人聊聊,西湾建工的项目台上明确协流计划制工时间 即今年2月11日,但很明显,计划为能变为现实 项目现场,缓速前进南京银龙新门源商用车项目 位于南京市立水区新淮大道,去南京路口机场仅6公里 在其周围还有众多新门源汽车项目 这里也被认为是未来新门源产业高地,以及江苏输流经济的代表 据公开报道,南京银龙新门源项目总投资100亿元 一期项目占地1500亩,建设面积约50万平方米 2017年10月正式动工建设 工地内停放有多辆新门源客车 澎湃新闻记者原杰社 该项目共有三家成建单位,分别是无业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西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下建称西安建工,以及南京八建集团有限公司 下建称南京八建 澎湃新闻记者在现场看到 南京银龙新门源产业园 所有在建项目,总体已完成70%以上 其中,南京八建城包的四幢宿舍楼已建成,并基本上修完毕 西安建工成建的厂房已完成90% 但现场后续施工者寥寥 西安建工的项目牌上显示 该公司成建物流车和装车间等 计划竣工时间,2018年2月11日 然而,部分厂房外墙还有部分缺口 另有部分厂房内,地面仍是泥土 同时,厂房内停放有相当数量的新能源大巴车 又长期在原区那只工的工人 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西安建工的工地已停工近两个月 另一据中国经营报报道 西安建工大部分工人已离开此地 另谋出路,少数还留在工地生活区的工人表示 材料断工了 西安建工没钱给材料商 而营牛没钱给西安建工 午夜集团成建的工地也曾停工 就在项目指挥部附近 有一栋厂房仅有大制钢架结构 没有屋面板和外墙 地面仍是杂草丛生 两位一直留守此地的工人表示 因为材料工艺断断续续 厂房建设停工了一个月左右 做屋面和外墙的工人 暂时都去上海找活干了 就在记者探访前两天 他们接到了复工通知 此前去外地的工人 也正准备回到了银龙工地 在这栋落奔厂房的北侧 包括制作之间在内的两栋厂房已去工 厂房内已经挂出具体工位标志 生产线也已就绪 态势良好 据南京日报今年7月中旬报道 银龙新能源项目 预计将在8月底投产 投产后将实现年产2.5万辆纯电动商用车等 年产值将达146亿元 锦银项目指挥部的一栋厂房 因材料断绕等问题 已停工一个月 澎湃新闻记者原杰设施工方 电子电设 然而就在即将投产的消息传出后几天 一张查封公告 贴在了银龙新能源项目工地大门 引起业内强烈关注 公告显示 2018年7月18日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一致民事裁定 对南京银龙新能源产业原商用车不动产项目进行查封 期限自2018年7月20日起至2021年7月19日 直几两日后 一张解封公告暂时缓解了风波 解封公告显示 承建邦之一的吴业集团 于7月21日 向法院申请解除相关查封措施 法院遂作出判定 解除查封 民事诉讼法规定 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计 不必及申请保权将会使其和保权益 受到难以拟补的损害的 可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 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权措施 查封正是财产保权的方法之一 是指人民法院将需要保权的财务清点后 加贴封条 就地封锁 以防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处分的一种财产保权措施 南京银龙新能源项目负责人 何耀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被查封是因为银龙与合作单位 现场人员在部分项目的合作中 对合同理解产生分歧 25日 澎湃新闻记者 前往银龙新能源项目指挥部 试图联系项目经理详细了解情况 被禁止进入 一位出面的银龙方面负责人表示 查封后又解封只是小插取 该负责人表示 之前银龙的合同旅行贷款等方面 和无影有些分歧 对方采取法律手段申请查封进行财产保权 做工程过程中 合作双方有些想法不同很正常 银龙新能源商用车项目内 整体建设进度已完成70%以上 澎湃新闻记者原杰社该负责人表示 物业方面事实上也没有完全按照合同计划交付 不过现在经过调解 双方很快又达成一致 施工已在正常进行 一位银龙新能源项目指挥部知情人士 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物业集团在施工过程中垫付了太多钱 有些吃不消 另一句中国经营报报道 又接见了南京银龙的人士同样透露 物业成建的主体工程里基本完成 全部都是电资 澎湃新闻记者波大 物业集团上还有线公司官网电话 被告知对此事不知情 也拒绝转接相关工程公司电话 车开得太快 公商资料显示 南京银龙系珠海银龙新闻源股份有限公司的自公司 而出海银龙目前最大的自然人股东 是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 持股底力砸17.4% 据公开报道 2016年底 董明珠的格力电器 曾试图收购珠海银龙 但没有成功 此后 董明珠以个人身份投资珠海银龙 他当时称 决定投资珠海银龙并非冲着盈利 而是希望支持新闻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 除了董明珠 王健林的大连万达 也是珠海银龙的股东之一 此外 还有银东刘强东 沙特沈温荣等民企大闹的影子 为了南京银龙项目 董明珠赠 私负利水 亲自敲定项目落地 银龙之前 以柳比较低等三家大型整车制造企业入驻力水 当地目前集中了江苏新闻源客车80%的整车产能 2017年5月的开工仪式上 江苏省政府以及南京市政府多位官员现身监证 南京市相关领导 此后 曾到项目现场检查施工建展 事实上 南京项目只是银龙宏大版图的其中之一 据公开报道 董明珠入局珠海银龙后 珠海银龙共签下施家庄 洛阳等九个产业员 从投资超800亿 急速扩张后 银龙正在减速 据媒体报道 洛阳银龙的施工状况 似乎预期有一定差距 而成都银龙等工厂出现了停工 员工放假等情况 制作车间长房生产线基本就绪 工卫台已挂出 澎湃新闻记者 袁杰社 又立水当地观察人士 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不光是银龙 新能源汽车行业 目前整体面临一些困难 而这也是新兴事物发展道路的必然 一开始国家大力补贴 吸引很多投资人 进入新能源汽车行业 该人士表示 目前补贴派时间少 那么厂家资金压力增大 现今刘自然受到很大考验 又评论文章认为 新补贴标准的实施 不仅提高了新能源汽车获得补贴的门槛 也是在倒逼这几何动力电池厂商 加快研发新能源续航技术 从而促进行业整体发展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吴志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2018年到2 020年是3年关键期 整车和零部件产业 将出现大洗牌 届时 会有大量实力不济的新能源车企 被收购或直接破产倒闭 而那些根基不稳 技术落后的产能 无疑会成为第一批新生品 感谢观看